523 不对 635 不对 679 不对不对不对 只有真正的小雪知道答案 你们都是假的 快给我消失 这已经是第99个假扮小雪的人了 我要去找小雪问问是怎么回事 眼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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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大街上都是小雪 眼镜老师 你能不能帮我找出真正的小雪 我找到有极致 可以 只有我和小雪知道数字密码 能达出数字密码的 就一定是真小雪 放心吧小经理 我帮你 小雪 我在呢 怎么这么多 真头疼 你们听着 你们谁能达出数字密码 你们谁就是真正的小雪 我来 123456789 87654321 下一个 我来 15698465234 怎么回事 不会不要乱说 下一个 阿博茨德尔佛格 和一级可乐模呢 是数字不是偏音 消失消失 你们通通消失 阿博茨 气死我了 我就不信 找不到真正的小雪 老八 我要买这里所有的小雪 给你给你 又给你 现在到这都是小雪 你想要多少 就拿走多少 嘿嘿 一个小雪帮我拿手包 一个小雪为我吃零食 再来一个小雪 给我拿玩具 哈哈哈哈 这简直太棒了 大宝拿走了这么多小雪 万一有真的怎么办 我要追上她问问 等一下大宝 我跟你一起回家 呃 老师 你要干嘛呀 都跟我一路了 大宝 你能找出真小雪吗 真小雪 老师 现在哪里还有真小雪 自从小雪姐姐离开以后 童话王国就只有蒋小雪 没有真小雪了 怎么回事 我怎么不知道 小雪去哪里了 小雪他们一家搬走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回家了 走 小雪们 严谨老师 别叫我了 翻死了 找来找去 原来真正的小雪 已经不在这里了 看来 大云小精灵的事办不到了 严谨老师 我知道数字密码 数字密码 你是真的小雪 喂 你站住 呃 怎么少了一个小雪 我来了 这里是我家 以后 你们就住在这里了 你去 给我拿水喝 知道了 大宝 你这里有真正的小雪 你快把它交给我 老师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是告诉你 小雪一家搬走了吗 我说的是真的 好了好了 老师 你觉得谁谁就带走谁吧 是你 你快告诉我数字密码 不是我 我不会 那是你 也不是我 可是刚刚 就是有人说 他知道数字密码的 大宝 给你数 我知道了 是你 你是真的小雪是不是 快告诉我数字密码 56322 没错 你就是真的小雪 大宝你看 小雪没有离开 呵呵呵 老师 其实我是不愿意的 是啊老师 今天是愚人棋 这是我们演的恶作剧 我没有搬走 还有这些小雪 也都是能发辨的 那小精灵 小精灵也是配合我们的 你们 你们这群孩子 真是吓死我了 以后不准再做这样的恶作剧了 我们知道了 小朋友们 数评看完了 喜欢就点赞关注吧 我进来了 不要过来 我也进来了 小兵大宝 你们快离开 我出来了 我也出来了 这也太神奇了 快去找大家一起玩 不要 你们别来了 这里很危险 就是这个世界吗 没错 只要伤在圈里 身上的颜色就会消失 这样太神奇了 哥哥 我们快试试 我们一起玩吧 滚跳 真狡猾 不要再玩了 这样下去 你们会有危险的 你们看 石像竟然有颜色了 真的有 难道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跳着玩 所以石像才有颜色的吗 肯定是这样 石像有的颜色多好看呀 我们接着跳吧 我倒夜 我也倒夜 不要 你们快走 你们快跳吧 这样 我的机会就能成功了 太好了 石像的颜色全部恢复了 你们看 我们身上没有颜色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快在评论区 留言告诉我们吧 黑眼之力 怎么没用 恢复魔法 太好了 小雪 你终于恢复了 小雪 既然是你 你为什么要变成石像 就是 我们为了救你 现在都没有颜色了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变成石像 我不是故意洗走你们的颜色的 别狡辩了 没想到你竟然还不承认 真是太过分了 小杯大宝可可 我们走 我说的都是真的 大家为什么不相信我 小雪 你变回来了 为什么不开心 小精灵 大家都不相信我 我该怎么办 别伤心 别伤心 让我来帮你吧 帮我牺牲颜色 只要把这些颜色 转移到这条裙子上 我就能拥有 世界上最漂亮的裙子了 哈哈哈哈 阿神 这样大家就没有颜色了 阿神 你怎么能这么做 这是太过分了 我为了漂亮有什么过分的 哼 别废话了 快把颜色给我 不要 我是不会让你得成的 你竟然不听话 转移魔法 精灵之力 小精灵 又是你坏我的好事 我们走着瞧 小雪 你没事吧 小精灵 谢谢你救我 我没事 可是小杯他们的颜色怎么办 别担心 我已经帮他们恢复了 那可太好了 小雪 对不起 小精灵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们了 我们不应该随便冤枉你 你能原谅我们吗 我们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你们也是被阿沙骗了 我原谅你们 耶 太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要像我们这样 随便约往朋友啊 我们下次再见 小雪 你唱的什么呀 你是不是忘字了呀小雪 不是的小杯姐姐 小杯姐姐 姐姐姐姐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知道自己怎么了 自己怎么了 怎么了 小雪 你吃货怎么像有回声呀 没错 就是有回声 有回声 是 这个舞台有问题 有问题 题 我们也来试试 看吧 等位 等位 喂 哎 比赛 比赛 赛 哈哈 大哥玩了 可玩了 玩了 了 我跳 跳 大鹏 别玩了 我们快回家吧 我不要 我还没玩够的 没玩够的 够的 大鹏 这个舞台不对劲 你快下来 我才不要 你们两个胆小鬼 小鬼 鬼 臭大鹏 不管你了 小雪 我们走 额额额额 取向向天歌 下一句是什么 大鹏 你来回答 白毛福利水 福利水 水 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背 回去把这首诗 写一百遍 不是的老师 我会背 我会背 背 那你再背一遍 额额额 额额 额额 够了 给我写两百遍 大鹏 你怎么说话 还有回声呢 我也不知道 我控制不住自己 不住自己 一起 好了大鹏 你别再说话了 我们去问问小精灵 怎么回事吧 小子梁 你快看看大鹏 他说话一直带着回声 小精灵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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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这是中了回声剥魔法了 原来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解除吗 这是回声海螺 你们要找到他 只有他能帮大鹏解除魔法 小子梁 回声海螺在哪里啊 他在海底世界 小妹也中了回声剥魔法 他已经去找回声海螺了 我们一起来找回声海螺 我们一起来找回声海螺 回声海螺不知道 他在哪里 我都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好久都没找到 回声海螺 没人鱼姐姐 你知道回声海螺在哪里吗 你们找他干什么 我们的朋友中了回声剥魔法 只有回声海螺能帮我们 据我所知 最调皮的孩子才会中回声剥魔法 回声海螺不会帮你们的 我们都是好孩子 是好孩子 我们再也不调皮了 不调皮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他们是好孩子吗 是的话 发送一一一 不是的话 发送二二 大家都说你们是好孩子 我就帮帮你们吧 我便 其实 我就是回声海螺 太好了 终于找到你了 回声魔法解除 好棒的位 RBC 太好了 回去上学了 谢谢你回声海螺 以后可不能调皮了 我们知道了 小伙伴们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我们下次再见 熊妹 熊妹 小雪 你们在哪 我的手电筒 原来是恶梦 把恶梦 讲给熊妹他们听 天空怎么是紫色的 童话世界的房子都去哪了 怎么都是森林 熊妹 终于找到你了 熊妹 你怎么不说话 你看起来怪怪的 小雪 小白 你们也在这 你们快看看 熊妹怎么了 你们怎么也不说话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小精灵 这是怎么回事 你打打我 小精灵 你飞那么快干什么 可算追上了 熊妹他们到底怎么了 他们都不是你真正的朋友 小精灵 你说什么 不对 你不是小精灵 继续沉睡吧 大宝 原来 我一直在睡觉 在恶梦里做恶梦 真吓人 我要出去找熊妹他们 看来 这次终于不是梦了 天空是蓝色的 童话世界的房子都还在 熊妹 大宝 太狠了 你是真的熊妹 大宝 你快醒醒 熊妹 你怎么了 小雪 小贝 你们快看看熊妹怎么了 大宝 你快醒醒 你们 都怎么了 你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我是恶梦精灵 你已经陷入恶梦循环了 熊眼逃不出恶梦了 难道 我还在梦里 不要 大宝 不要听他说话 小精灵 你是真的小精灵 是我 好不容易才进入到你的梦里 小精灵 你别会我的好事 你只会欺负弱者 你才应该离开 离开 我们恶梦精灵 就是为了恶梦而生存的 大宝 你做了几个恶梦了 加上这个 是第三个 大宝 你把你的头发 拔三根给我 不可能 精灵之力 不可能 你怎么会打败我的恶梦魔法 太搞了 恶梦精灵消失了 我是不是能回去了 大宝 你闭上眼 好黑啊 好自演 大宝 你快醒醒 我怎么在这里 你在草坪上睡着了 让恶梦精灵趁机 进入了梦境 我们都喊了 你好长时间了 对啊 我想起来了 是小精灵打败了恶梦精灵 小精灵去哪了 小精灵用了太多的精灵之力 向火去休息了 大宝 你跟我们说说 你做了什么恶梦 对 快说说 你睡觉的时候 一直在大喊大叫 太丢脸了 我再不要说 我再也不在 陌生的地方睡觉了 兄妹 千万不要按下按钮 我认 所有人都会消失 这是哪 你是谁 所有人都消失 那我就不用写早夜了 不对 这不是我的手意 怎么回事 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手 啊 我在草坪上睡着了吗 怎么会做这样的梦 还是回家吧 啊 怎么回事 我怎么找不到我家了 啊 小薰小贝 你们怎么不回答 小贝 我妈妈做了新的蛋糕 这周末去我家玩啊 好啊好啊 再加上大宝 什么 居然不加上我 你们大可恶了 大宝 小薰小贝太讨厌了 就会居然不叫我 哎 昨天的作业是什么来着 大宝 你在听我说话吗 你们今天怎么都这样啊 大家都看不到我 招式里也没有我的位置 我都家也消失了 我得去找小精灵玩玩 小精灵 你能看到我吗 精灵魔法第三招 是什么来着 哎呀 我怎么忘记了 得赶快回去 看精灵之书 小精灵 你别走啊 糟了 连小精灵都看不到我了 大家都没有消失 难道 按下按钮消失的是我 我不要了 你现在才发现嘛 从你按下按钮的那一刻 你就再也出不去了 你到底是谁 出不去 这里是童话王国啊 我怎么会出不去 难道 这里不是童话王国 什么声音 我的头好痛啊 谁把镜子放这里了 哇 好漂亮的镜子啊 镜子里的我真可爱 我想起来了 我在草坪上发现一个大镜子 然后我就晕倒了 不对 天空怎么碎了一块 天上怎么会有两个太阳 我知道了 这是镜中世界 另一个太阳是童话世界的 所以 我进入了镜中世界 这里的世界没有小妹 所以大家才看不到我 可恶 被你发现了 不过 镜子在童话世界 打碎不了镜子 你永远出不去 哈哈哈 你是不是忘了 还有另一个你的镜中世界 不然我怎么到这里的 我只需要打碎镜中世界的镜子 就可以了 什么 不会的 你不可能出去 既然你能一直跟我说话 说明镜中世界的镜子 就在我身边 原来就在我脚下啊 破碎吧 邪恶的镜子 啊 不要 啊 我出来了 还是童话文国最好了 一定要 点击 你说 地道 drain 镜子